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一 然后这次的影片是我的帝州大学生活 上礼拜表定是我们学校的期中中 然后我也考的差不多了 我剩下一个报告和一个主课考试 然后我就想说在这个礼拜拍的话 就可以拍到读书的时候还有玩乐的时候 而且我还挑了一个特别感觉会比较精彩的礼拜 所以我们就开始吧 原本我就已经预计这个礼拜要拍影片了 然后我原本想说想要在天气好的时候拍 但是我看气象真的全部都在下雨 所以我每天都在带着雨伞 但我希望也不要下很多啦 下午第一节我要上的是消费者保护法语现代社会 然后呢我刚去到教室 然后就发现都没有人 可是才12点半而已 但是还是没有人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上网看 然后我发现这个礼拜是远居教学 我还走到教室 这堂课跟星期三的智慧财产权权与社会生活 都是叶思维老师的 他上课很轻松而且人很好 不过出席看超重的 这堂课是陈李怡老师的生物多样性 课堂中老师会分享许多环境相关的议题 我自己也都蛮有兴趣的 在开学时老师有说她是代课老师 不确定会代一学期还是一学年 那时候也不知道老师是来自磁兴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的众树女王 不过在上课过程中老师和我们分享很多他的故事 也让我更认识他 觉得他是一个默默为台湾付出很棒的人 在开头的时候我有提到 觉得这个礼拜会是一个特别精彩的礼拜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礼拜日 可以和老师一起出去种树 但是在这堂课的时候他宣布 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活动就取消了 那个当下我其实很崩溃 我就想说 蛤那我这个影片还要拍吗 唉不过我还是拍完啦 这次的其中报告超简单的 只要三分钟的短讲 我的报告主题是 如果蜜蜂消失了 那主要就是在讲说蜜蜂消失的原因 跟蜜蜂的重要性 还有我们要做什么来保护蜜蜂 拜拜 拜拜 早安大家今天是星期二 然后现在大概早上九点多 我要准备去考中体经济学了 下雨了 现在大概是一点 我已经考完最后一课期中考了 但我笑不太出来 那你是在笑屁 但我有尽力写了啦 希望老师给高一点 然后现在要去吃午餐 好可爱的狗 喂 我要准备 但 diets preventing LD 要准备 обр modell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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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